世袭公爵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得出 姓家的强大 以至于皇室都必须用 世袭公爵来笼络他 不过 这个姓于欢身份却有些特别 甚至一直都没有被姓家的人认可 因为他是姓家 现任掌权人的私生子 据说姓于欢的生母 只是个农妇 当初姓家掌权人带皇朝出征 受创之后躲于农庄内 与姓母相识 然后生下了姓于欢 而姓母却因为难产而死 因为身份 姓于欢一路走来 不知道有多么坎坷 即便现在 他已经如此优异了 姓家依旧没有正式承认他的身份 在所有权贵看来 私生子就是私生子 算算时间 姓家掌权人似乎就是这几年会倒下 难怪姓于欢会在这时候返回皇城 秦义晨难难道 这是个机会 姓家在皇城内有多么大的能量 他很清楚 而现在姓于欢还并没有什么势力 如果在这个时候 他能助姓于欢一臂之力的话 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从中间那条空道 已经走到城门口的姓于欢 突然回头 看向了人群中某处 那里 有个比他还年轻的少年 对他流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 他脸上并没有表露什么神色 仅仅只是扫了一眼 便是骑着金色巨师 走进了皇城内 他为什么可以从哪里进去 眼瞅着 有人能从那空道进去 公输旨意更加不满了 秦义晨只能苦笑着捏了捏眉心 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那是给皇城权贵准备的 而且是拥有皇朝公爵爵位以上的势力 若是没有得到特许 即便是寻常一些侯爵伯爵 也只能从两旁的同道通过 姓于欢虽然没有获得很高的爵位 但是他的天赋与成就 却得到皇室的多次赞赏 所以获得了此特权 不过在公输旨意的眼中 似乎并没有权贵这个概念 有的只有强与弱 即便小妮子心中再不满 也只能陪着秦义晨继续排队等候 好在进城也不是什么繁琐的事情 只要交了进城费用后便能进入 不用审核身份什么的步骤 所以也不过是半个时辰左右 秦义晨一行三人就进入到了皇城当中 进入城内后 扑面而来的是各种宣传广告 各式各样 最多的还是拍卖会的宣传 显然 在临近丹府大会之际 绝对是皇城最热闹的时候 不过 这也是各大商行 拍卖行 竞争最为激烈的时候 可别小看外来人 其实能吸引皇城内各大势力的医保 本来就不多 但是外来的势力却不一样 很显然 皇城的丹药 兵器 任何东西都要远远比各地的要高级的多 很多人远道而来 就是为了求一枚丹药 一柄利刃 为此 他们可以付出自己所有的积蓄 就在秦义晨打算直接去找住处的时候 一道叫唤声唤起了他的注意 北斗商行将有灵丹一宝 飞行灵品等物品拍卖 吸引秦义晨的不是所谓的灵丹一宝 而是飞行灵精 飞行灵精 据传是天外陨石掉落下来的碎片 关于飞行灵精 其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有的人因为它飞黄腾达 有的人因为它一贫如洗 具体原因 首先是因为飞行灵精的稀有程度 天外陨石 有时候一两年就能掉下一块 散落在皇朝地域内 但是有时候近百年也难建一块 所以飞行灵精价格绝对是极为昂贵的 而飞行灵精之所以如此昂贵 原因是因为飞行灵精内 有可能蕴含有让大陆所有人痴狂的灵种 注意 是有可能蕴含灵种 灵种无论是对于修炼精神力的炼丹师 还是修武的武者来说 都是有巨大作用的 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所以飞行灵精昂贵 并不是因为飞行灵精本身的价值 而是因为其内有可能蕴含的灵种 若是里面没有灵种的飞行灵精 那就是一块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 仅此而已 所以才会有人因为飞行灵精而一贫如洗 购买飞行灵精 这绝对是一场巨大的豪赌 北斗商行 轻声念了几次之后 一道几乎被秦义晨遗忘在记忆深处的信息 浮现在了他的脑海内 他记得 当初好像就是有那么个外地的小贵族 在北斗商行买了一块飞行灵精 结果开出了灵种 发了一笔聚财 据说当时那块飞行灵精 只不过是块没人要的脚料 在那次拍卖会中差点流拍 结果被那小贵族以最低价格收购了下来 飞行灵精也分档次 一般来说 一块巨大的天外陨石掉落下来 撞击在地面后 肯定会碎成无数小块的飞行灵精石 而越靠近陨石中心的部位的飞行灵精 当然就越有机会开出灵种 比如一块天外陨石的核心部位 才能被称之为上品飞行灵精 以此类推 脚料就是指天外陨石最边上的那些外皮 脚料能开出灵种的几率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脚料和那些上档次的飞行灵精 是绝对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价格也是 脚料流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请问潘大会在什么时候举行 秦逸晨来到那个北斗商行的人员旁边 开口问道 好天下午啊 在看到眼前的年轻人胸口佩戴的那个徽章后 这个工作人员很是热情地邀请道 希望大师到时候一定要来啊 那可是五级炼丹师徽章啊 一位如此年轻的五级炼丹师 他可不敢怠慢了 因为从来炼丹师都是代表富有的代名词 秦逸晨点了点头 便才带着公书纸衣和卢小官朝着城内走去 他当然会去 而且是一定会去 后天 刚好他有时间准备一下 就算只是一块脚料 但是价格却依旧不是现在的他能承受的 而且在皇城流通的并不是银币 金币才是这里的货币 而且一枚金币就相当于一千枚银币 金币才是贵族的象征 为了炼丹的时候 不受到外人的打搅 秦逸晨在客栈内包了一座小院 而这里的消费是一天三十枚金币 也就是说三万银币 这仅仅只是住一天的价格 要知道 若是在天林王国 三万银币 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 这就是皇朝和王国的区别 说是天壤之别也不足为过 不过与此同时 这里本来只值一两千银币的丹药 卖个十个左右的金币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再比如清新丹 在王国 公国 就算是在四级的清新丹 价格能卖掉数万银币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 若是四级清新丹 放在天龙皇城 首先必定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其次就是价格 就清新丹能了治精神创伤这一点 四级清新丹 卖数百枚金币 那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也就是说 同样的材料 同样的丹药 在皇城 设备会翻十几倍 甚至还不止 当然 这首先 还是因为清新丹的稀有程度 一旦清新丹的配方 被公布出来 或许 价格会下降一些 但是 绝对不会低于百枚金币 炼制什么丹药好呢 秦逸臣陷入沉思 他现在身边 没有多少高级材料 所以 炼制什么高级丹药 是有些不现实的 但是现在 他若是想要去 竞拍飞星零精的话 没有上万金币 是绝对不行的 就算是脚料 价格 也会以万为单位